Hello 大家好 我是志瑶 自从做了汽车编辑之后呢 老有人问我该买什么车 我就纳了梦了 你选个车到底有多难啊这是 这不今天又来了 一个朋友把我嫁到这里 他是个室内设计师 说是今天搞来两台车 让我帮他把把关 人哪这 哎 志瑶 这边 这边 你要我看那两台车 就他们俩 这两台车你让我选 哎呀 知道你是朗逸车主 这不专门让你过来看看吗 大众朗逸啊 这车我熟啊 我都开了十年了 我跟你说啊 家教西风市场 一直以来的热门产品 绝对扎实耐用 你让我推荐 我肯定推荐 不懂了吧 这你就不懂了吧 你说我不懂车 逼人啊 逼人不说别的 这车比你懂那么一点点 今天啊 哎 您标请 哎 我来解说 哎 您标请 最近啊 很多网友留言点名说要看小狮子 今天 它来了 这台2022款标志新408顶配重梦版 有言有行 只要十二万一千七 你看它优雅与霸气共存 温柔与威严并生 狮吼前脸 炯炯有神 狮爪尾灯 惊艳众人 更重要的是 它雄狮般威武的外表下 还有颗暖男的内心 全方位绿色材料设计打造 骨子里流烫着绿色的血液 谁让狮子就应该奔跑在绿色的草原上 健康环保生学隔音材料 全车使用 杜绝有害物质 让你看到狮子跑 不听狮子吼 心肤皮革大体量使用 采用环保水性图示剂 孕妇儿童放心用 撸起来就和撸大猫一样爽 六横六栋加强梁 保安全 更安心 正侧后都保障 六大气囊全做宝 绝对666 首款获得中气炎儿童优先认证的 十万级家教 守护 你要守护的家人 这就是家教 越级享受 全家快乐 这就是品质 动感嫁趣 环保舒心 这就是生活 谁说好东西一定就要那么贵 东风标志新408 合资大家教 高品质的首选 你真是设计师 这很难吗 你这个说车啊 是真把我比下去了 但我有点好奇啊 为什么你们说起来都是什么座舱安全啊 材料环保啊 这个和我们的理解也太不一样了吧 这就你不懂了 家教家教 带着家人一起开的车 对吧 它也是个家 现在路上那么多 长时间在车里面待着 就很多的家教 现在那个坐的呀 那是那叫一个粗糙 哎 都对不起我设计师这个名号 你再看那个 哎 你干嘛呢 怎么玩上手机了你啊 哎 我得看看你刚刚说的那些 是不是都是真的呀 哎 你也不相信我是干什么的 你这不在侮辱我的职业吗 就这里面的装饰怎么样 品质如何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再说了 你们成员只关注这个发动机呀 轮胎什么的好不好 这新司令吧它也不差呀 没开过是吧 没开过自己试试再说话 那行 咱们上手开开开 怎么样啊 专业汽车编辑老师 你别说啊 你这个1.6T加暗信 的组合 开起来还真的挺不错的 动力随心而至 换挡积极主动 转向也挺精准的 开起来真的挺舒服啊 而且这个座舱还挺有运动感的 你看这个小方向盘 这个钢琴式按钮都很有个性 至于这个2730的大轴距吧 在空间上也很有保证 真的是不错 而且坐进来之后啊 你刚刚说的那些 我就真的注意到了 虽然是个新车 但是一点味道都没有 刚刚我也查了 这个车好像甲醛啊 本啊 甲本啊 这些有机挥发物 都是要大幅度低于国际线标的 胶水上也用了水性胶和热溶胶 难怪可以这么环保 还能拥有这个儿童优先的认证 难怪是很安心啊 哎 这你可说对了 但还有一个重点你没说 还有 难不成是价格啊 就是价格 就这车最高配才12万多 就你那台代替的朗页 这价格你拿得下来 你也就拿个盖板的 盖板的有啥呀 主座椅都是手动调节的 哎 家教家教嘛 心得顾家才能行 就这 我在行吧 哎 果然是设计师 这点啊 你在行 我服气 哎 其实啊 我想买哪张车 我早就已经想好了 何记者 你今天是来专门挑战我的了 那 有那么明显吗 感觉被你diss到了 那不行 我现在好生心起来了 我等会儿要挑战一下你的专业 专程带你去趟一家 给你推荐一下 一家最值得推荐的单品 那走着 走 哎呀 你说的最佳单品呢 就 就这